国道警察上午在宜兰投城入口家道直请 发现一辆红色宝石捷车牌相当的可疑 怀疑是假车牌 结果驾驶不服蓝茶逃逸 警方一路狂追成功在血碎里逮到人 另外在南投草屯镇 有一名男子的车牌被吊扣 结果他异想天开 网购压克力车牌悬挂 同样被警方带个正着 还超好夸的假车牌 红色宝石捷悬挂未造车牌 一看到警察蓝亭心虚逃逸 红白马见状马上跟上狂追 辆车在国道上追逐 最后警方成功在雪山碎洞里拦截逃逸跑车 事发地点在投城入口扎道 11号上午近9点 国道远警知情时发现 这辆红色宝石捷车牌贵贵的 不仅数字连四个六很罕见 车牌材质颜色也明显异常 原来32岁的简性男子 日前因超速车牌被吊扣 因此向朋友购买假车牌 结果开跑车到宜兰旅游 意外被警方查获 试图蒙混过关的 还有南投草屯镇这名男子 警方接货检举有车悬挂 压克力车牌 到场查期发现 车主是一名红姓女子 但平常都是男友诚姓男子 在开车 因为严重超速 遭到监理单位 吊扣牌照六个月 一时没了代步工具 诚信男子耍小聪明 到网路上购买 跟原本车牌号码相同 克制化的压克力假车牌 最后还是被远警试破 悬挂假车牌上路 涉嫌 未造特种文书罪 最终可以处一年以下 有其突刑民众不要再为了一时方便而处罚 记得宜蘭南投组报道